其实很多人对于同性张耀阳 饶友印象是因为电影后来的我们 他饰演了景百男的宝贝儿子 而因为可爱的外形 他一直是不少童装服饰的模特儿 14年出生的他 今年不过才4岁而已 但是却已是老模特了 至于他父母是谁呢 张耀阳早前就在上海时装周一跌成名 他自两岁半起就开始行天桥 行过大大小小的fashion show 上海那次可说是他职业生涯上的第一跌 却令他意外已跌成名 别看他今年才4岁 却已入行两年光景 可以说是当了办事人演员 当时在走台上跌倒 杨阳妈妈事后接受访问 表示当时见到他摔倒 心还揪了一下 以为他会哭呢 没想到儿子不仅站起来 还带着天真 腼腆的笑容走完这场秀 杨阳的专业表现 由于张耀阳本身有着一头卷发 和笑起来像腰果的眼睛 肉嘟嘟的脸 虽然年纪小小 已经拍过不少广告和电影 其中一部作品是在刘若英指导的《后来的我们》中 饰演景百然的儿子 其微博士张耀阳小卷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他曾参加过如意传的拍摄 当时他才两岁而已 可以看出 若他长大后 可能成为一颗新近的阳光之心 而现在又参加了《带我去远方》的节目 当中和王佳儿等嘉宾 会有怎么样的故事呢 好 3 解释了 1 2 3 2